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向为您带来的熊王姐8C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一辈的拳王亲王vs第游小吻啊 那这场比赛双方是三主力B5 好久没有看主力赛了,对吧 最近更新这个各种的个人经济或者高手大乱斗比较多 看一下拳王亲王 没有上克里斯,而是选择上大门啊 还是很凶的 大门倒是不像西加社区克里斯,对吧 完全不怕 来吧 地狱极了落 抽到外科,再接蓝之珊吗 哦哟,选择二则吗 还是认为对手已经晕了 其实刚才接个里头应该秒了呢 坏了,下渡全出康接上指令头 小吻开始反破 这下球王亲王估计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那这一回合明显是浪输的 对手可不会给你机会啊 连续滑术 再接生龙脚漂亮,很极限啊 都不用交第二个气 来看下一回合吧 全王军王这边的国服最香小草 国一草登场了 哟,下星圈两点对色日皮的乱冲 这波付出代价 龙蛇毒的驼 那牵牵中腿再追地 这不死还能接无视,对吧 或者说对手剩的鞋比较多 那就直接接个无视 怎么都没了 看一下这边小吻 不折火 再笑一跳青神则兽 哦呦,这下小嫂的暴戏 估计是用不上了 反面看怎么接 飞手之舞追地 那这波要跟超杀了 伤害非常高 花蓝 一点点的容错力 呃,要暴戏吗 哎呀,选择流戏 好的,起身生龙 这下确实没笔记啊 顶多赌一个假招呗 那不是假招就是生龙 但起身赌招是大概的事件 小草根本没有 什么回旋的余地了 看一下暴子八神通常 直接暴戏 哦呦,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哎,一颗自力果断交啊 这边不住火也是 很尊重对手了 这资源交的确实比较的果断 跳中的压制 打胜落腻 但是,哎,好生龙 骗出来这手飞手之舞绝了 主要是王交速强反 但是小跳百合者还是责重 这个小跳百合者比较扎实 比较普中滑 没有任何的心理铺垫 哎,但确实让游小吻这边 无所适从 那就可以了 翻手天堂之言 看打多大的爆发啊 来,再则 哦,又是百合者 百合者确实好用啊 神技 一旦有了速度优势加成 那这个 呦,还是有黑光啊 量变引发致电 看一下小本最后一个收集的 暴走联娜 双风内战 看谁能笑到最后 什么一代 哦,跳中的一响空 前走放针 没有压制 小本这边选择后一臂 也算是比较保险的一个套度 如果骗出来 小本这边的手刀就不断了 表情地确认 MX发誓女 小本也只能交出抢反 哎呀,全王全王没有确认天堂之言 我是没想到啊 打爆发嘛 哇,版边还能再去个天堂之言的 好,抢反只能交 哇,这一下怎么直接爆开的 是什么情况 明明没到版边 很奇怪 哇,这一下我真的第一次减 我以为会推到锁版边 对吧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两边都有一颗戏 都没有强反 好的,这时候过波 但是确认做的不是很到位 能量产生交出来 暴走八神这边 呃,在版边很危险哦 好的,窝旋发射对抗 比分零比一 来看下一局 小本这边还是够顶的 去看全王亲王能否稳住吧 烟娜打暴走八神是 小悠 如果说双方都有气的情况下 相反暴走八神 这边没有资源的时候 打烟娜是比较凶的 来看克里斯 嗯,全王亲王这边选择 把小草拍头啊 但很明显小草打克里斯 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就算你是龟草 对吧 但这个角色的弊端 或者角色的短板是固定的 你可难去画骨朽维生系啊 好,连跳Z的卫生龙 待仅此而已了 啊,还是背走 仅仅做到了出版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黑光反秀一个 没有问题 哇,那看起来这场比赛 还是黑光局啊 且看全王亲王这边 大门登场 嗯,大门 手里倒是没气 那倒也不急 大门这个角色强就强在 他不需要任何的资源 哇,毕竟只另头嘛 跟原版的打法是正好相反 原版是非常需要资源的 但是98C倒不需要了 跳ZD 哇,小稳 这克里斯这么帅 哟,好,下伙起身 贴出反对色2P的6B 这个前行脚要被揍的 看旁边 能有多帅啊 里头出版 板中二则 下中腿吗 站中腿车的外哥 你看看 这就是指令头 这个成龙角 无敌 超杀都没用啊 别说超杀了 你就算是 上02有隐藏 这一下也是没用的 对吧 来看小稳 二发出场的扑子火 手里倒是有资源 要不要暴气呢 流行是暴气的意思 向前跳压制 反而被拳王七王这边 AB起手 一个天地反 拦至山影架 好的 这个战中腿想做什么 不知道 可能是想反抓地头 但无论怎样 这波大门又够帅 板边压制 只要求稳就好了 哇,啊 哦呦 这里头对色2P的必杀忍风 我第一次见 哇,大门这个里头 我只见过打连段的 当做起手 当做反制剂 我真是第一次见 好,蓝之山 黑光有了 哎,没有 好吧 小稳只剩最后一个角色 哇,这大门真是中流底柱啊 晴天薄一柱 下海子新娘 是吧 白玉柱 嗯,怎么讲呢 小稳这边资源倒是不少 但是面对大门这种 指令头角色 就算你有强反 也要给个尊重 原地使之高跳 ZD对色一批前跳 空中MAX 就一次进去 一套秒了 夏中拳 哎,哇,什么情况 这下夏中拳连段失误了 哦,小稳怎么办呢 倒是有惊无险 好后一臂 骗手刀 这下天地反 空中袖蓝之山吧 并没有 切除反被抢反 其实可以跳起来 空中蓝之山的啊 当然了 对手也会抢反 可以搏一搏嘛 打一个爆发嘛 对吧 看一下爆的发神 武器吧 怎么说啊 前冲中拳 哇,这下先大跳中拳的 打逆落逆 这下确实很凶啊 虽然说被揍一套 但还好算做强打 伤害不高啊 前冲下中拳的插盒 两边做的都很快 原地随时小跳ZD 对色一批的下中拳 来吧 哎,C头 可惜没有超杀啊 这下不在反面 好闲大一跳ZD 对空漂亮 直接天堂之炎带走 没脾气 这就是爆走八神 他这个天堂之炎 确实这个超杀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超杀的话 那估计出发ZD的八神 人物强度会下降一拍啊 因为他没有爆发呀 对吧 就是八字女 八字女的伤害打起来又慢 确实有一个天堂之炎 平衡了不少啊 看一下 为好前走必杀忍风 但是后续没有继续取消连断 OK 大门首发 果然还是得大门拍头啊 调扫阵中呢 有资源会好打一些 对吧 OK 下行小天地反 来吧 超的外哥 选择里头吗 并没有选择反边择 好的 哎,可惜下动腿连断失误 没关系 再跑杀天地反在里头 直接秒了 这是什么呀 反边各种失误啊 但是 小吻这边也是万万没想到 是吧 这点断能失误的 看小吻这边 克里斯 先走下行脚远 金脚对色一片的暴气 猜到你要做什么了 毕竟如此大的优势 是吧 不暴个气 那很难说得过去 但是对手猜到 那这个暴气毫无疑问 会成为巨大破绽啊 里头却反 急了 那这波的话 没了 动拳 前行拳 两边来到中一气跑线 小吵对克里斯 话说国以草 国服最强小吵 当然此版本的 98元版还是得大口 对吧 但无论怎么说的 这国以草现在还没有发挥 是不应该的 下行脚对色一批前跳落点 大蛇替腿过去 龙蛇毒的毒 直接无事吗 并没有 反边择 可以 先走低头再择 我有起身 直接被生龙 哇 这小吵也是够可以的了 对吧 反之道而行之 你越认为我起身 不会堵这个生龙脚 我越堵 好 下中拳去反一波 嗯 那这样的话是风轨路转 先靠逆向过顶 低头进反 再接无事 还是差一点伤害啊 好 中拳大乱冲 这边想顺移出版啊 太明显了 但事实上 小吵这边如果起身 第一时间就乱冲的话 那是有机会的 对吧 但起身第一时间 竟然想点下心脚 那就不行了 荒咬对手 日皮下心脚 走 小下心脚 哦呦 打出强转的效果 但是可惜连段没连上 那这就很难受了 天娜直接暴戏 小吵这边宛如推土机 放针片手刀 那日皮只能抢反了 满资源的小吵 现在问题就是能否稳住 对手交出抢反的一瞬间 那就代表着 对手没有任何的后退可言了 对吧 只有进攻 可惜暴戏槽消失 前走片头好 赌命 这可完全是赌命了 群龙手刀循环 秒了 手里有五颗系 那是里外里 其实 小优 对吧 这小吵这边 回一点血量 资源是非常多的 就看拳王军王这边 能否稳住了 暴子八神 趁对手暴戏 好迅速 精神下重拳对抢 但是对手直接超杀 也对空 原地是这高跳 CB对色EP的葵花试探 这个葵花想摊住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群龙手王这边 只交了一颗CD 可以接受 不是想反的话 那都无所谓了 反手一下反中二则 小跳百合折 其中小吻只能想反 跳性交 想攻向反点逆向下 但是直接被守刀 猜到了 但一跳CD 现在群龙手王 有强反都交不出来了呀 一磁血 直接暴戏 什么情况 好前跳 被杀重拳 这波暴戏 应该是想 踢一波跳CD的超杀 可能是这么想的 一分一比二 来看下一局 来吧 手法依旧是 大门队克里斯 现在只能携带下 《求王心王》 这边的小草 能不能支撑起来了 对吧 现在必须得站出来 八神不多提了 大门发挥也不错 问题就是这个小草 身为国一草 感觉这小草有点疲软啊 这可能也确实是 小草这个决策的 性能缺陷了 嗯 这下反中二则防得很稳 小本这边还是 哎 好的 这个筛星首级了 想赌 对手连续高跳CD 那这个概率 那只能任命了 没赌中嘛 反边二则 这个身位 哇 好安全 很有安全感 远轻脚瞎 前轻拳 这边是最远端的一个连续器 秒了 不愧叫游小稳 太稳了 是吧 赶紧保持 2.5个身位 这大门 就算裸一臂 就算是赌命 赌什么里头 第一时间我也能反应过来 是吧 小CD破荒咬 坏了 小嫂感觉这局又要熄火了 倒是带不走 但一套半血 两套死的情况下 全王亲王 好起身 堵生龙 大毒的毒 那好吧 姑且先出版 生龙 毒的毒进身 逆向七叔师 改对色RP的生龙拳 漂亮 这边的逆向七五 改二则 有说法 反边C头 发誓省资源 那也还行 那好吧 两边基本是同一级跑线 小嫂要不要暴气 我这个可以暴气的 好 还是暴气 争取能不能一套只 一个带对手走 好前跳中腿 虚晃点下盘 搞跳CD 三连跳CD 那罗罗再跟 挑衅下接无视 切换标理模式 来吧 这一把小嫂终于是 carry起来了 前行脚波动 波动 三连波 再先 秦岳阳 再先波 四个波 生龙毒的毒 再接无视 五个波直接打晕 好的 拳王亲王 哎呦 这小草够华丽 这连段确实让人 眼前一亮 是吧 小本这边 练娜直接暴气了 但是满资源的小草 你敢碰我吗 碰我就CD 你想好 下行脚远 金脚荒 诶 毒咬没有继续连段 身位确实比较远 切仓鬼估计接不上 下行脚两点 超远距离 呃 这波 哎呦 还想救 这边中圈 毒咬却反应波 只能交出强反 小草这边彻底放飞自我 先笑一跳奈德洛 想责立向中断 虽然说对手落AB 但是AB的落点 还是要被下行脚 对侧到的 这边毒咬 仓鬼 叶摘一些大蛇 荒咬反应生龙毒的毒 小草 让你见识一下 丑屁之拳啊 又够帅啊 鬼草终于觉醒了 首发继续大门对克里斯啊 前往前往这手大门 感觉确实 已经力逼八神月了 八神月国父最强的大门的地位 不知道还能保留多久呢 格的游戏就是如此的 没有永远的王者 只有不停的追逐 不停的超越 来 跳CD则中 可以 那先揍一套吧 特里斯这个角色 确实发挥比较稳定 只论功能性而言 就是在整个队伍的定位而言 有点像全黄9C的大猪啊 万金油吗 无论是什么阵容 都可以带个他 没有问题啊 动拳对色一批的超速升级了 这大门有点排不及待了 那不行 先看拳王亲王这边的小草 又登场了 抽离一颗气 特里斯开启的跳CD 还是要给个尊重 确实抢不过 好逆向 确反荒雅 这波伤害可不低啊 下彩跟上 抽离两颗气 如果都跟了 那拳王就往这边的小草基本就废了 但即便如此 你看这伤害 裸一臂出版 想躲前经脚 但是还是要被揍的 这小吻石 再太稳了呀 刚才那个位置 用前经脚的延伸判定去打你 但是我的身位没有前移 所以说你裸一臂 我还是能第一时间的 进重拳去打你 没有问题 下重拳被带入 人大一条重拳带入一波 跳重攻击 起始一条连段 伤害不可能低啊 就算是暴子八神 那也得半血起步了 好 这下日则则中的 哇 这个重拳应该是连段失误 但是 无巧不成书 对吧 那你这 天意难为啊 一丝血烧一把火 疯狂生龙 你在干什么 还行 对手只剩一丝丝血了 强反的葵花都一段子 那看起来剩的血 确实是差一丝丝 开小吻这边 不止火 清悬点撞 强反交出来吧 开局失掉强反 前冲点下盘可以 正面对暴走角色 你身为一个普通角色 你又不是EX模式 那想法肯定会比较多的 你总是想着玉卒 但对手 如果不按你说的那么做 或者说你想的太复杂了 你就会这样 对吧 对手前冲一个 普通花的下心脚 你就是中了 就是没防堵啊 跟唐之言 这波不会生气的 但估计也带不走啊 OK 再结巴之女 59连 但就是收不掉 连跳百合车 被逆向 逼杀人风 对空 小吻 要两代的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吻 笑道的时候啊 有够吗